雨滴滴答答 民眾出門都得撐拔傘 一連向了好幾天 雨的北台灣 雨勢還沒停 受到東北風增強 氣象局持續發布豪雨特報 受到東北風增強的影響 因此在迎風面的北部 東半部都還是會有短暫雨的情況 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 以及新北的山區 還有宜蘭地區 在今明兩天可能有機會出現局部大豪雨的情況 迎風面的北部 東北部都要順防較大雨勢 一直要到週五 雨勢才會趨緩 接下來要特別關注的是菲律賓東方海面上的熱帶性低氣壓 在週三 週四就可能發展成颱風 這個熱帶性低氣壓在 就是在下週一二 可能會移動到飛雲與松島附近 那到時候看它的位置是比較靠近台灣還是比較遠 那影響的程度可能不太一樣 就是有可能是受到它的外圍雲性影響 那除了在北部 東方部都會有一些短暫雨之外 然後不定區也會出現一些短暫雨的情況 目前預測路徑將往旅宋島以及南海方向移動 對台灣的影響還要再觀察 不過秋台頻頻就怕與東北風產生共辦效應 對台灣再帶來致災性的降雨 帶來續往旁邊吳伯欣 台北報導